嗨 各位大家很高兴何博士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米西亚所演唱的 爱の形 各位我们都知道你要学一个语言最好的就是从听歌开始嘛 所以呢我们用听歌的方式下去学日文简定啊 日本语能一切这个对你来讲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你看你听歌就同时在练听力嘛 那你学里面的文字的意思啊文法的意思 就同时用文法跟文字都同时学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要学听力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原稿听过一次以后学过一次以后 然后在不看原稿的情况之下 把每一个字再重听重写出来 所以如果你学完这首歌之后 你就用听歌曲的方式 然后试着把每一个字都写出来 这样就会把它完成 就会把这些内容内化到你的内心里面嘛 你光听光想那是input啊 可是要写出来是output 所以你用output的方式你就可以把它内化到你的内心 就可以把它真正学会哦 好那我们这次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爱の形 各位你看到他这里用片甲名所书写哦 各位在日文当中很多时候不应该用片甲名所书写 但是他就用片甲名所书写的时候表示他要强调啦 或者是表示他要开玩笑的时候就用片甲名哦 所以你看哦 你在读日文的小说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多小说里面很多字都用片甲名来书写 连这个字哦 anata 他也用片甲名来写 所以你如果看小说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 不应该用片甲名或是不需要用片甲名的 他还是用片甲名来书写 好那各位这歌词歌名我们把它翻译成爱的模样 或者是爱的形状都可以 只是何博士呢把它翻译成爱的模样 好那各位如果你要下载PDF资料 再麻烦你上何必日语的网站哦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搜寻的方式下去找这个歌词就可以找到了 那另外再麻烦各位加入何博士的LINE啊 眼书IG还有Telegram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哦 好各位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日文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有押韵之外呢 我们的字数与日文字数是相同的哦 那初音或者是长音的话呢 则是字数的情况而翻译了 不一定会翻出来 然后呢我们单字的左上角会标上数字 这表示日语的重音标记 就所谓的accent accent 所以各位其实呢accent是从这个英文翻译成重音啊 那其实日文的accent是高低音的意思 高低音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到底的话 应该是高音标记而不是重音标记 可是呢因为日语教育一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参考的英文嘛 英文外语教育啊 所以呢还是把它翻译成重音啊 那其实应该是高音标记哦 好 我们下看哦 来那我们先来听第一段 他说什么呢 anone 各位这个anone呢在日文当中是表示呢 要提醒你 要叫你注意的时候就讲anone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跟你说 这个ano是指提语词哦 那这个ne是表示呢 希望得到你的认同 我跟你说哦 就是这个意思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ne是表示要得到你的认同 いつのまにが 不晓得是什么时候 いつのまにが いつ是何时 の的ま 时间 に是表示时间的那个点 か是表示不确定 所以いつのまにが 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 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哦 いつのまにが 気づいたんだ 我发觉哦 各位気づく这个字的原型是気づく 是发觉的意思 きづいた 这个た是表示过去注冬词 就是已经发觉了 这个ん是从no而来的 表示呢 强调说明的时候 所以在口语当中 no就变成了ん 为了好念啊 然后た呢是表示 断定注冬词 结尾 我跟你说 我有发觉哦 我有发觉哦 きづいたんだ 那各位 你如果只有说 きづいた 我发觉了 可是他就少了呢 强调或是跟对方 做说明的语气 所以你要跟对方说的时候 你就叫一个ん 我跟你说哦 我发觉一件事哦 きづいたんだ 愛にもし形があって 在爱当中 这个ni是表示存在的场所 这个na是表示主词 所以在爱当中 说不定存在的这个东西 もし是如果 if 说不定 也许 或者是maybe也可以 有可能是maybe 但是看句子怎么翻了 也许在爱当中 他会有一个形状 这个at es ある的 中间停止形 这个t是表示 中间停止形 表示这句话 还没有说完 我跟你说 在爱当中 说不定会有形状哦 因为爱怎么会有形状呢 可是这个演唱者 作词者 他就说 说不定爱会有一个 什么形状 好 各位 katachi就是这个字 形状的形 katachi 然后各位 我们另外学一个字 叫做katami 把这个字学起来 这个katami指的就是 离开或者是去世的人 他留下来 给你的那个纪念品 叫做katami 所以看到形状 就会想到他 叫做katami 把这个字学起来 katami 这个在日句当中 常常会出现这个字 叫做katami katami 然后 それがすでに 各位 这里的それ 指的就是 那个形状 それ指的就是那个katachi 爱のkatachi が 主词 すでに 已经 すで 这个字 すで 这个に 是表示 付词的に 表示他是付词 意思就是 这个字根本可以不用 所以我们知道嘛 付词 就是这个字 不用 可以省略叫付词 所以付词 付助词 只要你看到付 就是他 不用 不用也没关系 所以 それが それがすでに 那个东西 他已经怎么样 那个形状 已经怎么样 私の胸に ハマってた なら はい 私の 那个形状 已经在我的胸口 在我的内心当中 各位 这个胸 指的是胸口 或者是内心 两个都可以 に ハマってた ハマる 各位 砍在我的胸口 砍在我的内心里面 ハマっていた 这个动词的贴形 加上いた 指的是 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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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在我的胸口当中了 ハマっていた 那因为在口语当中 这个一 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歌词里面 也没有唱出来 所以 已经砍在我的内心 ハマってた なら 如果 这个形状 已经砍在我内心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各位 我们看一下 ハマる 这个动词 非常非常好用 我们学一下 各位 ワナにハマる ワナ指的是 圈套 它陷入在 某一个圈套当中 叫做 ワナ ワナ 第二个 オムズボに ハマる 各位 这个也非常好用 オムズボ 郑重下怀 它刚好 砍在我想的 那个弧里面 叫做 郑重下怀 刚刚好 跟我想的一样 オムズボに ハマる 当然这个都是 用在不好的地方 在 ゲームに ハマっている 它也怎么样 沉溺于 游戏当中 ゲームに ハマっている 沉溺于 游戏当中 它已经砍在 游戏里面 所以你看 前面的格柱词 都是 に 砍在里面 动弹不得 你看 に 就是粘梯梯的 に 所以只要是 砍在里面的 不会动的 就是用に はい OK 继续 好 所以 他就说了 きっと 絕对 ずっと 一直 或者是 很多 也可以 这个 ずっと 可以当成 一直走 也可以说 很多的意思 多很多的 那个很 也可以用 ずっと 而且 各位 你会发觉 这个怎么都会有个 と 这个と 是什么 这个と 是副词的 と 其实这个 绝对是 它只有 这样而已 可是因为 就没有 没有办法存在 很难写 而且 比较难讲 所以日本人 就要加一个 と 给他 所以 你看 ずっと 对 你一直走 加一个 と 比较好 讲 所以 你会发觉 就有很多什么 きっと 什么 ずっと うっと 什么 很多 很多 と 这个 と 就是 副词的 と 它的原字 就只有 前面这个字而已 所以 一定 得多 比今天 来得多 今日より 比起 今天 还要更多 的意思 もっと 还要更多 各位 もっと 另外 所以 也是 と 另外 有个字 叫做 さらに 各位 もっと 跟さらに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もっと 叫做 本来 不够 叫做 もっと 所以 给我更多 那 さらに 本来 已经 很 怎么样 又 更 怎么样 比如说 有人 就是要 非常 又黑 健康的皮肤 所以 他就去外面 晒太阳 晒得很黑 所以 本来 不够 黑 他想要 更 黑一点 那时候 就用 もっと 本来 不够 如果你是 已经晒太过头了 因为本来已经够黑 夏天来又更黑了 这个时候用 さらに さらに 表示什么 本来已经有够黑 又又又更黑 所以用さらに 所以 もっと 指的是 不够的情况之下 才用もっと 所以 对你 绝对 比今天 更 更多 更多 所以你看 ラーメンの方が ずっと 美味しい 好 ラーメン 好吃得多 好吃得多 所以 各位 你看 うどん 我们说 那个 板条 うどん 面 何博士 怎么吃 都觉得 うどん 不好吃 何博士 比较喜欢 吃 ラーメン 我以前 住在 德岛县 明门教育大学 就在德岛县 我们隔壁 的 香川县 就是 我们的 うどん 圈 它是 うどん 面 的 大县 うどん 结果 我 我去了 全香川县 最好吃的 叫做 山田屋 去吃 你可以 往路走一下 在高松 那个地方 山田屋 去吃 うどん 是 是 很好吃 可是 对我来讲 就没有 感动 拉面 还是 比较好吃的 各位 在台中 我觉得 有一个地方 拉面 很好吃 秀泰 影城 秀泰 影城 花月兰 其他的 花月兰 我觉得还好 可是秀泰的 花月兰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特别觉得 那家的拉面 特别好吃 所以 如果你有吃过 花月兰 其他不行 中油的 我觉得还好 可是南区的 文心路上 秀泰的 花月兰 拉面 真的好吃 我就喜欢吃 那一家的 所以我怎么吃 都觉得 拉面比较好吃 拉面比较好吃 好 再来哦 あなたのことを 知るたびに 各位 这个 旅指的是 在这里 动词加上 旅に表示 每一次 我每一次 只要 更知道 你的事情 あなたのことを 知るたびに 我只要 更知道 你的事情 就更怎么样 その形は もうあなたじゃなきゃ きっと 隙間を 作ってしまうね 什么意思 我只要 越知道你 我只要 越认识你 那我 那个 爱的形状 如果 不是你的话 就会 没有办法 吻合 就会有缝隙 我内心的 那个形状 一定要是你 你砍进去 就会嘟嘟 如果是 别人来砍 拍谁 就是 一定会有缝隙 所以一定要你 别人我都不要 就是只要你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その形状 那样子的形状 もう 已经 あなたじゃ なきゃ 这个なきゃ 指的是 必须 なけれ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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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きゃ なければ 公主金 なければ なきゃ 就变成这样 所以 我就必须 是要你 一定要你 其他人 什么帅哥 什么样 我都不一样 我就是要你 就对了 所以 その形状 もう あなた じゃ なきゃ 如果不是你的话 对了 这个我们再重讲一次 这个就是 では 对不对 你看 では 念很快 就变成 じゃ 对对对对 じゃ なけれ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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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这样子 好 只要 きっと つきまを 作ってしまおう 那所以 一定呢 就会 做出一个缝隙 不会刚刚好 砍进去 刚好混合 别人都不行 所以各位 我们学一个字 在两个人之间 有一个缝隙的风 已经吹进来了 就是说 他们两个 已经有嫌隙了 他们已经有嫌隙 互相 不是很信任 二人の間に すきま風が吹き込む 所以你看 すきま風 你就可以把它记下 すきま風 はい はい 往下看下一段 あなたが心の中で 広がってくなり 愛が溢れ 涙溺れるんだ 所以你看他继续说了 你看我超喜欢你的 最喜欢你 各位你看日文的这个超喜欢 最喜欢他用大大的喜欢 但我们中文是用什么 最喜欢 可是我们中文有时候用的那个形容词 也不一定是标准的 好举个例子 赚大钱 我问你这个赚大钱 这个大是标准的吗 没有 应该是赚多钱 你怎么会赚大钱 是赚多钱才对 可是你会说赚多钱吗 那个人赚多钱 做这种事赚多钱 你不会这样讲 你会说赚大钱 为什么 因为习惯了 大家都说大钱 所以各位我们举个例子 在日文很特别 如果你要说你们房子好大 你要讲庇大 你要讲庇大 庇大 那很小的用庇大 你房间好小 他不会用集赛 他用宽跟窄 所以这个很特别 你如果站在房子里面说 你如果站在房子里面说 你的房子好大 这个时候要讲庇大 或者很小 用狭 可是如果你站在房子的外面说 这个房子怎么那么大 这个时候才可以用大 跟机赛 很特别 好 这讲意思 站在外面看 跟别人比 有办法比的 才叫大 站在房子里面 是你自己的感觉 就用庇大 跟狭 另外 薪水很低 我们用低 对不对 可是日文用安稳 給料が安稳 他们你的薪水 叫做給料 給料が安稳 薪水很低 所以你不要讲給料が低 当然啦 你讲低 他也是听得懂 只是他不会这样讲而已 比如说 你的薪水怎么那么便宜 你还是听得懂 你就知道说 他人家讲你的薪水低 但是日本人就会讲 安稳 他就不会讲 低 他不会这样讲 所以你看 大好き 我还是很喜欢你 你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答 很特别 对不对 我们说 形容动词 为什么叫形容动词 前面这个部分 是形容词 后面要加一个 断定住动词 要加断定住动词 给他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时候 为什么叫形容动词 就是形容动词 看 他就加一个答 对不对 大好き 我超喜欢你的 然后 你 在心中 広がってく旅 所以 你在我的心里面 这个D是表示 虚拟的动作的场所 然后 広がってく 扩散下去 広がる 広がる 広がって 爱があふれ 我的爱就满意出来了 爱があふれ 然后 涙が こぼれる 然后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所以 我就眼泪流下来了 对不对 来给我们看一下 こぼれる 这个字 こぼれる 它可以写 意 也可以写 零 可是他另外一个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是 回 也是 こぼれる 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字叫 回 所以 意跟 零 都是满出来的意思 所以 我们看一下 浴槽から お湯が こぼれる 从浴缸当中 热水 满出来 满出来 浴槽 各位 这个く 是母音无声话 所以 你要念成 浴槽 你不要念成 浴槽 浴槽 浴槽から お湯が こぼれる 在 まんめんに えみが こぼれる 各位 这个 非常 好用 满面的 笑容 笑容 日文叫做 えみ えみ 好 まんめんに えみが こぼれる 在 他 满面 都充满了 笑容 满脸 笑容 的意思 在 笑った 口元に 白い 歯が こぼれる 在 他 笑的 嘴角 露出了 白色的 やつ 白い 歯が こぼれる 好 再 往下 看 下一段 の 所以他就是说了 これからたくさんの 从今而后会有很多的 泣き笑いを 哭泣 哭泣 泣き 哭泣跟欢笑 就是我们说的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我们要跟你一起 经历这些 也许是哭泣 也许是欢笑的东西 然后知るたびに 我每次知道 我只要每次了解到 我每次跟你经历过的 这些哭泣也好 欢笑也好 増えていくの 就会增加 増えていくの の 强烈的说明 就一定会增加 增加什么东西呢 飛出的地方 凹的地方 飛出的飛奔出去 へこんだ 陷进去了 凹进去了 表示不好的 所以 雀跃的 或者是不好的 各位我们看一下 飛出的这个字 所以你看哦 召唤 召唤 家を飛出 被骂之后呢 跑出去 家里 就从家里面 飞奔出去了 我们说呢 离家出走 叫 家で 中意是零 家で就是 离家出走的意思 所以呢 被骂之后 就从家里面 飞奔而去 这个 欧式表示 离开的场所 离开家里 各位这句话 把它记起来哦 目の玉が飛出 ような値段 目の玉 眼球 眼珠子 都快要飞出来的 价格 所以各位 日本人说 贵到很离谱 这个形容词 就是眼球 快要飞出来 目の玉が飛出 ような値段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下面那个字 へこむ 中文是零哦 一日子中 へこんでいた 一整天都 非常的 心情落寞 或者呢 非常没有朝气 就是 心情是 沉在下面的 叫做 へこむ へこんでいた はい 那 二人に なってく 所以各位 不管呢 是高兴的事情 或者是 不高兴的事情 我们呢 都会变成 两个人 二人に なってく なってく 所以这里呢 又少了一个 一啦 口语当中 可以省月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变成 二人 就会变成两个人 好 ときにぶつかり 有时候呢 我们会相撞 すりへって 也会减少 我们的情意 在一起 总是会有吵架的时候 不高兴的时候 一定都会嘛 所以有时候呢 会冲撞 而且呢 爱情也会减少 来 给我们看一下 ぶつかる 这个字 所以 你看到 くるまにぶつかる 撞到车子 在 まっしょうめんからぶつかる 各位 まっしょうめんからぶつかる 就是呢 从正面呢 跟他对撞 那意思就是 対決する 的意思 跟他对决的意思 対決する 对决 対決する 再在 下面那个字哦 結婚問題で 父とぶつかる 因为结婚的事情呢 跟爸爸对撞 就是呢 跟爸爸呢 意见上不符合 不吻合的时候呢 就可以讲 結婚問題で 父とぶつかる OK 再 我们看一下 すり減る 这个单字哦 くつのそこがすり減る 还有鞋底都磨光了 くつのそこがすり減る 各位 讲到这个呢 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哦 你在台湾 不管你打羽毛球 或者是你打桌球 千万不要穿羽毛球鞋 也不要穿桌球鞋哦 因为羽毛球鞋跟桌球鞋 都是为了那个软店哦 因为标准的羽毛球场地 跟桌球场地 都是有软店的哦 所以哦 他们都是为了 在这个软店上面 快速移动所设计的 台湾有这种地点吗 台湾甚至哦 你这个桌球是有软店的 那个软店 也都不是标准的 都是便宜的 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买过一双 Butterfly的 蝴蝶牌的 台币五千块左右的桌球鞋哦 我跟你讲 我在日本还好 我回台湾穿哦 因为台湾很多都磨尸子地的嘛 穿不到两次 我膝盖就痛了 所以你一定要买网球鞋 而且是硬地网球鞋专用 因为几乎都是硬地的啊 那网球鞋才是真正为了硬地所设计的嘛 好我问你哦 很多人说我要快速移动 你是职业选手吗 你有差那几功课 几十功课 然后害你不能快速移动 没有这种事啦 所以一定在台湾一定要穿网球鞋 我已经跟许多朋友说过 你在台湾不管你打羽球打桌球 你一定要穿网球鞋 不然你的膝盖一下子就痛了 所以在我们球场 只要穿着桌球鞋的前辈 大家都还穿着护膝啦 因为他不晓得 他不晓得 那个其实是那双鞋子害他膝盖痛 是那双桌球鞋害他膝盖痛他不知道啊 因为他想说我桌球我打桌球我当然穿桌球鞋 我打羽球我当然穿羽球鞋啊 可是这些羽球鞋你会发觉哦 越贵的羽球鞋越糟糕 因为越贵的羽球鞋就是为了软垫上面移动所设计的 所以越没有指正 那你看到我们像桌球发球也好 羽毛球也好 你都会跳嘛 那你桌球发球你会跺脚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穿网球鞋 不然呢 一下子你的膝盖就痛了 我们看下一句哦 表面が擦り減ったまな板 各位这个まな板指的是砧板 这个表面都已经磨光的砧板 まな板 在難しい人間関係に 心肩が擦り減ってボロボロになった 跟人际关系 很困难的人际关系に 心肩が擦り減って 你的神经都磨光了 而你的内心呢 都受伤无比 ボロボロ 就是呢 你这个人整个的都没有朝气了 就整个人都烂掉的意思啦 所以有时候你在公司上班啊 在哪里上班的时候 因为同事相处的关系 就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啦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一句 難しい人間関係 就不晓得怎么办 结果你的神经都被磨光了 而ボロボロになった 各位你看到ボロボロ用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ボロボロ 这强调 所以他讲了两次 ボロボロ 所以各位 ボロボロ就是很好用 衣服 ポポララン 也是ボロボロ 心情 ポポララン 也可以用ボロボロ 把它记起来哦 好 之外我们要看到 そして また 埋め合って いけばいい 虽然我们的爱情被磨光减半了嘛 那之后呢 我们再互相填补就好了 埋める 就是把它补满 补满 所以呢 以けばいい 就把它补满就好了 这个以けば 假定型嘛 いく变成以けば 然后各位你看到 埋め 所以你看到我们说填空叫什么 穴埋め 把这个空隙把它填满 填空 这个问题不是选择题嘛 对不对 还有填空题 穴埋め 来各位我们学另外一个字哦 这个字呢 其实比比较常用了 埋め合わせる 埋め合わせる 把字下 埋め合わせる 表示补偿的意思 你看哦 遅刻の埋め合わせに ごちそうしよう 好 为了补偿我迟到啦 ごちそうしよう 我请大家吃好料 ごちそうしよう 吧 有没有 使用 让我来这样做吧 ごちそうしよう 好 往下看下一段哦 我最喜欢的你呢 你就是主词 你怎么样发生什么事 そばにいないときに 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各位这个字要注意哦 这个字要念成ときに哦 不要念成ときよ そばにいないときに 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ほら 你看 胸が痛くなって 心内心变得好痛啊 痛くなって 結果 あなたの形 見える気がしたんだ 而我呢 就可以 我心痛嘛 怎么办呢 我要找一个出口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好像可以看到你的模样啊 因为 你不在呀 对不对 我那个框框就是你的模样 所以我就好像可以看到你的模样 你看 あなたの形 見える あなたの形が 見える 気がした 気がする 指的是 有这样子的感觉哦 気がする 有这样子的感觉 気がしたんだ 我跟你说 我就有这种感觉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怎么看我的内心 都是你的样子 あなたの形 が見える気がしたんだ 我就是这样子 好 我往下看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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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大好きだよ 何万回も伝えよう 你看哦 style 是传达 传递 style 让我来跟你传递吧 我几万次都没关系啦 我要跟你讲几万次都没有关系 暖かく增えた思いは 这种非常的温暖的增加的这种想法 或是内心的感觉 这种非常温暖的增加的这种内心的感觉 全部都是全部爱の形だ 原来我在我内心里面增加的那种感觉 全部都是爱你的那个模样啦 都不是不好的 都是温暖的增加的 都是让我感到非常好的那种感觉 全部都是爱の形啦 好 下看 是温暖的增加的那种感觉 在温暖的增加的那种感觉 如果是温暖的增加的那种感觉 全部都很温暖的增加的那种感觉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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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各位那前面呢 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讲 我们看一下 他从星那个地方 星数的中 各位 人群就像星星的数量那么多 请使星星的数量 不要说星星的数量 光是星系的数量 不知道几千亿 所以这是形容词 我们从地上看上去 人就像星星的数量 那么多一般 ほど是表示那样般的 那么多的 在我们人群像星星 那么多当中 ただ一人のあなたが 就只有 ただ只有 一人のあなたが 就只有这个 が 心の 心にいるんだ 就只有你在我的内心里面 其他人 几十亿都没差 就只有你在我心里面 结果 あのね ずっとさえ大好きだよ 那一样 最后面 ありがとう 所以 何博士把它翻译成 感谢上昌 因为 有时候感谢上昌 你的存在 这样比较好 所以感谢你可能还好 是感谢上昌 好 OK 那我们这一段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